新北市长侯友宜能源政策在提出评估后可以考虑重启合一 遭到民进党宣说 椅子可以偷移 但合一不能偷重启 对此侯友宜反击 民进党才是能源政策兜跳票 不过趁着侯友宜民调落后 郭台铭到台南帮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王家珍站台 王家珍还力邀郭董多来几次 不过郭台铭却笑着宣说 除非你们国民党不让我站台 站台谈的是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郭台铭十来天没公开露面 但将独立参选传闻已漫天飞 何况如果没有选 何必出此言 我一定希望给大家带来希望 我一定尽我的权利 尽我的经验 尽我一切的可能 让台湾改变 我们希望大家来支持我 来改变台湾 好不好 还要挺郭派平平敲碗 要求国民党换掉侯友宜 更传出部分中常委要在中常会发难 提案换侯 我们都是拜关公 重情 重义 也重承诺 所以我们一定会团结在中华民国的旗帜底下 侯友宜再度温情 韩华郭台铭不要轻举妄动 而也转向深蓝靠拢 提出评估后可以考虑重启合一 让民进党大算 在核安会上椅子可以偷移 但合一不能偷重启 台电更批评卡干式储存槽却要重启合一 不只能源政策激烈攻防 侯友宜也没办法整合在野 等着他的还有蓝营持续分裂 记得复杂冯浩宇庄 齐渊新北台南从报导